在現場上,正! 有些是藝人競選的 有些是藝人競選的 一切都還平安順利 非常謝謝 有跟當選人聯絡嗎 都還沒有 因為現在他們一定比較難一點 那像這樣兩人相爭的 像台北有上到法院的人 應該都解決了 對 一方也已經策告了 就解決了 都心中不看台北是同胞率 為什麼能比整圈的 我看可能是下雨吧 今天下整天的雨 可能 要不然競爭激烈應該要投票一個 就是下雨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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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比較重大的影響 為什麼 你投票有看出什麼 就是這一次啊 剛剛有講台北投票越低嗎 你有沒有覺得說 因為台北一直是這幾次選舉裡面看起來好像比較 我沒有辦法去過問 我沒有辦法去過問 說為什麼誰不說要投票 這我不能去問 我因為要謹慎到 連有些婚禮 是某某候選人來聯繫的 我也盡可能回去 盡可能回去 我一定要做到百分之一百 不偏不倚 這才行 等一下 北中南 反正有選舉的 有些 有些婚禮 我應該要跑 我也沒有跑 沒有 都還好 因為既然 公平的選舉 也不會限制說 你要選 黨的 縣市黨副主委 你就不應該去選什麼 大概也很難做這樣的限制 可是就很自然的 選出來以後 他一定會很娘 在不違背自己的職務上 他才適合去敬天 那如果不適合的話 他不會去做 那現在選出來的 黃女選舉 是 他在馬遷當市長的任內 還有農賓市長的任內 他都有擔任民政局局長 所以應該對地方的基層 是蠻熟悉的 而且他如果也宣布說 他往後不會參與競選 那當選如果更沒有這種履歷 更沒有這種履歷 更沒有這種履歷 所以這等於是第一次 實際上第一次你出位的次選 以後呢 如果整個被